各国拼口罩生产 但传出中国管控核心绿菌层 溶喷布置布的生产与出口 香港厂商也点出 中国国内发生囤货炒卖现象 一顿换算成台币 甚至飙涨到160万元 不过根据经济部官员 向平面媒体表示 在工具机及防制 两个国家队的帮助下 目前台湾掌握日产 1500万片的口罩原料基础 不受中国供料影响 位于台湾桃园 供应全国最大量 溶喷技术布置布的敏城公司 从1月30号开工后 就有24个小时不停机 平均每天可以制造5吨 布置布绿材的量能 累计可供500万片的口罩制造 我们也担心不知道 别的国家会不会以10倍的价钱 去抢这个料 那所以当然我们 我们的采购的人员 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或者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可以 配合这样的一个疫情 来做一些转换 那目前我们知道 像台塑他们料是 供应都无语的 另外全球前40大的 口罩工厂康奈乡 同样也自产布置布 去年加入台商回流 今年更成为国家队 预计月底前 可以达到政府 每日1500万片口罩 十分之一的产能 经济部目前也正与 布置部工会协调 希望确保业者 能提供固定料源数量 新台湾亚特电视 史金王胡书下 张连杰 唐杰安 台湾桃源台南采访报道 本集ע 请不吭 1970年 Madison k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